丁珠梅 你们好 我们再次透过媒体来见面 欢喜再次在这个灵修的时间 可以和丁珠梅肯臣的说话来彼此分享 都很欢喜今天我都有一个同工 一个指挥来帮助我 因为今天都有很多的经济而爱读 他都在这里愿意帮忙我读出一些经济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 就是说到我们如何为主耶稣发光 英文说到How to shine your light for Christ 感谢赞美主我深个相信 我们每一个帝影之后 我们要为主作美好的见证 为主来发光 首先我们做一个祈祷 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这段时间是属于你的 让你自己的圣灵来带领 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透过你的说话 我们得到造就 我们会得到建立 使我们肯签变的日子 我们选得为主而活 感谢赞美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谢主 那么我要爱我们的主 首先帮我读出这个 《若寒福音》一章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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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耶稣给我们的生命 来发光 所以整个《若寒福音》 也有给我们知道 耶稣也有说到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是这个世界的光 那我要爱 肯到来帮助 《若寒福音》更清楚的认识 是当我们说到 《若寒福音》的法光 我们是怎样的《若寒福音》的法光 如何去超这个文化呢 我们就看《若寒福音》十三章十二节 《若寒福音》十三章十二节 《若寒福音》十三章十二节 《黑夜以心,白洲将近》 《我们就当脱去暗霉的行为》 《带上光明的兵器》 好,感谢主 这里是耶稣来提醒 叫我们要爱来脱去这个暗门的行为 叫我们要爱怎么样呢 要爱来带上这个光明的兵器 使我们为主来发光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 很多人在这里追求这个肉体的那种意乐 和那种自私的那种利益 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 我们在这个世上 我们就过一个不同样的生活 就是讲到我们这个生活 我们所过的就是按照耶稣 叫我们所爱去做的 就是我们来到穿上的一个兵器 有另一个经节 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 这里都有教导我们 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肉 感谢主 所以这个经节都很清楚跟我们讲 让我们讲到爱为主 过一个另一个生活的时候 让我们就要爱给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 而不是按照我们在这个地上所过的生活 而是按照我们的肉体 而过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 当我们知道来到穿上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 人就会看见耶稣基督那种的样式 那么另一方面的讲到 在我们爱为主的法纲呢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真是要放出去 很直接的这样的讲 但英文讲到 Putting yourself out there 让你自己真是要出去接触人的 那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的上半节 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 你门的光亚当者药照在人前 是的 这个是耶稣鼓励叫我们 要爱把我们的生命 就是你要爱放出去来接触人 不然人就不可以来看到 耶稣基督的光在你的身上 就好像圣经也讲到 一个灯 他不会放在桌子的下面 他会放在桌子的下面 他怎么可以发出那个光来照耀 那个地方呢 必须要放在桌子的上面 就好像我们这个生命 我们必须要爱出去的 使我们这个光才可以来到去照耀 所以这个鼓励叫我们要爱去把我们自己 来接触我们身边的人 尤其是我们的亲戚朋友 尤其是他们是未去相处的 让我们在他们面前的位置 去发光 作美好的见证 使他们有机会去认识耶稣基督 这就是爱我们来建立 统恩来建立关系 另外一方面 我们要去认识 说到位置的发光 是说到 我们要爱带领人 去到这个光的源头 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 刚才我们所读的是上半节 下半节就是耶稣正式 让我们看到我们发光的目的 以及原因是什么 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 下半节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继续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福 Amen 这个经济是非常清楚的 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爱为主发光的目的 不是要叫人来注意我们 是叫人来归荣耀给神 叫人来真正的知道 这个真正的光是从神那里移里的 所以我们是这一个器皿 所以让我们这个生命 当我们说到我们要爱为主 作美好见证 来到去发光的时候 要记得真正的 我们的目的目标 是爱来带领人 来到真正的光的源头 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 感谢赞美主 那我就要爱另一方面 和大家来分享 我深刻相信我们大家都很愿意 来到为主发光 但是我们都要注意 有什么事情会使我们的生命 会来到被烂了 来到不可以的 来到为主发光 有一个经节 马太福音七章三节 马太福音七章三节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恥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目呢 这里是提醒 我们不要只是注意 人家的做得不对 犯什么罪 做得不好 这些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要爱来注意你自己 是你有哪方面的 有亏欠有得罪神的 让你都调得的谦卑 在神的面前的求主的赦面 使你这个生命 是真的 在神的面前的分别为圣 当你有一个圣洁的生命 你这个生命 就很容易来到为主的发光 就好像一个比喻 我可以和你分享 就好像一粒的鑽石 一粒的鑽石 每一个人一看下去 每个人都看得很欢喜 看到它很省省的 很漂亮的 但是当你再给那个鑽石 放在那个地方 是没有人去顾的时候 它慢慢的收藏很多的烟尘 来盖住的时候 它慢慢的那个光就发出来了 所以我们人的生命都是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都是 我们要以继续的为主 就是可以更多的来发光 我们就要注意我们这个生命 让我们这个生命 是真是土神的喜悦 按照神的戒命来去走 让我们自己真是 世上要过了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使我们这个生命 是有更果效的 可以来到为主的发光 所以为什么神叫我们 不要来到效法这个世界 神怎么叫我们 不要来到贪爱这个世界 因为这些会 使得我们与神的那个 的关系会越来越疏远 当我们与神的疏远的时候 我们跟神那种的关系 没有密切的时候 我们从神那里 有没有去继续的会吸收到 我们所需要的那种的生命 所以 电影专门这个是 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的 那么最后的 我要和电影专门来说到的就是 实在我们是怎么可以去 来到为主的发光呢 有四个很实际的提示给大家了 第一个的很实际的提示给大家的就是 我们要来去来注意 和小心我们的口所说的说话 有一个经节 在《雅各书》三章八节 《雅各书》三章八节 唯独舍头没有人能制服 是不止息的恶物 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这个经节 你真是要小心地去听 你都知道 所以你不要想着 我怎么说什么说话都没有想 不是的 因为说话是很有能力的 说话是可以来到建立一个人 说话都可以来到去毁坏一个人 所以这里 神爱我们去来注意 来到看到我们每天所说的说话 是我们需要爱 给圣灵的引导带来帮助 那都有一个的经节 就是肯以读所书四章二十九节 以读所书四章二十九节 乌伟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谁时说做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Amen 所以特意诚问 你爱为主要发光的 你都要注意肯你的说话 那方面让你提醒你自己我所说的说话 是我爱来到去做就人的 可以来到建立人的 可以来到鼓励人的 我深个相信 这个是神会帮助到我们 所以我自己本身 我时常的 我都每一天我早起床 我就会为我一天的日子里面来祈祷 我会说 神啊我感谢赞你给我一个新的一天 让我今天一天里面 我所做的每一样东西 求圣灵掌管引导带领我 使得不论我所想的 不论我所看的 我所听的 我所说的 都带来做就的 都会带来给人有祝福的 让你都有一个这样的祈祷 使得你自己可以为主 真是为主的发光 那另一方面 第二个实际方面 我们爱做的 要去想到的就是 我们爱去思考我们的日落 Consider your and the demon 你那种的日落 你怎样去过呢 你在哪里有的日落呢 当你说我喜欢看影片的 看电影的 你看什么的电影呢 你看的是什么的影片呢 就说你说 哎呀我喜欢听音乐的 我想问一下 你所听的那些音乐 是什么的音乐来的呢 当你想到耶稣 坐在你的边皮的时候 这些一切你所做的 你愿要知道 耶稣是否会和你一起 很享受 和你一起享受 你所有的那些日落呢 所以这个我们愿要注意 那你都没有说 哎呀过这些日落 有什么关系呢 实际上都有关系的 因为我深的相信 大家都有朋友 大家都有所认识的人 因为大家都会知道 大家 你所喜欢的是什么 你不喜欢的是什么 所以这些东西 都会是 大家影响大家的 所以我深的相信 肯愿意落这方面 是好的 让你去选择 有那些健康的意落 这个都会 对其他人都会有影响的 那还有 还有 最后的两个 很实际的那个 实际的提示 可以给大家的 第三个就是 让我们带着有智慧的 去用这个媒体 social media 所以我们看到 尤其是在这几个月里面 因着这个疫情 各个都肯 媒体这方面 都很努力的 有些很努力的 在这里学 有些很努力的 在这里的意外 你都知道 我怎样可以 透过这个媒体 去帮助人 所以让我在这里 提醒大家 尤其是当你有Facebook 或是你有Whatsapp 让我们大家 用这些媒体 来更多的去做就人 更多的去帮助人 你所放上的 在Facebook 或是放上的东西 在Whatsapp 人家是会注意的 虽然说 没事了 我喜欢喜欢 又这样放这些东西 喜欢 又这样 给一些意见 喜欢 又想着 放下这些 用你来 小心 这些 你所放上去的 别人会看的 别人会看 你所放上去的 可能别人会看到 你喜欢放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会带来 给别人有什么 做就呢 你问一下你自己 你的动机 你所用的 这个媒体 你所放上的 某一样东西 是什么的动机 你要问一下自己 因为这些 是会带来 给很多人 看到的时候 有一个影响的 有些人会看到 为什么要放这些东西 所以你放到一些东西 你放上去 是不是会让别人看到 你很骄傲 看到你那种 很自我中心 或者真的看到 这个人 这样放上去 是一个 那种 美好的见证 带来给别人鼓励 所以 你怎么可以 去用这个媒体 实在是一个 机会 让你自己 去为主 发光 那 最后一个 就是说到 很实际的一件事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 要爱为别人着想 think of others 为别人着想 这个为别人着想 是说到 看到别人的需要 然后去帮助人 帮助人 帮助人有很多方面的 上一次 我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说说 如何成为一个 鼓励人的人 要爱多多的去 鼓励人 而不是去批评 爱多多的去造就人 而不是去 说那么多埋怨的说话 要带着那种的忍耐 和人的去接触 有时候我们接触一些人 我们说他们 是很艰难 很艰难 来到相似的 很难顶 我们觉得 所以当我们遇见 这些这样的人的时候 不要忘记 他们都是 神所 按照他的形象 去做他们的 所以他们怎么困难都好 我们只要带着 神的爱 和神的怜悯 来接触他们 可以做得到的 来帮助 其他的 我们只要交托 让神的 来施恩怜悯 在他们的身上 我要请我们的姐妹 帮我们读这个经节 是我们最后一个经节 要看的 就是《勞家福音》六章三十一节 《勞家福音》六章三十一节 《勞家福音》六章三十一节 《你们愿意人枕药待你们》 《你们亦要枕药待人》 你本身是怎样的对人 所以这个经济是非常非常的宝贝 所以整个今天在这个时间所分享的这个灵修 让这个短短的灵修去帮助你 记得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光 就是我们透过耶稣在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继续去追求有耶稣基督的扬式 因为当我们多有耶稣基督的扬式 我们这个生命就会多为主的来发光 人就会看到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就透过这样的样子 就可以带领到人来归向主 这是很重要的 感谢主我们做一个祈祷 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时间 主要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 在你的说话所带来给我们的鼓励和造就 主要我们这个生命 让我们愿意的摆上来给你使用 让我们这个生命在这个地上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的里面 主要让我们这个生命继续为你发光 感谢赞美你 让主耶稣你的喜乐 你的平安 你的慈爱 继续与我们同在 感谢赞美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靠 Amen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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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